天气这般冷,喝一杯去 你倒是了解我,让王妃见笑了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,怎么跟娘们儿似的,不嫌丢人呢 我坦坦荡荡,有什么丢人的,不像你,抱着娇妻,人生和乐 他们二人虽然认识的时间短,可是因着共患难,竟也难得成为了好朋友 千岁爷,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嗯,什么 嗯,如何才能套住女人的心 不可强求 这话一出,巴图尔的脸色瞬间便僵了一僵 第二日清晨,众人便朝着京城之中行去 早有接风的大臣们站在城门口 奉妻只见城中喧嚣,也不愿谢严婉被打扰 当下便骑了马匹,与谢严婉一起上了陈怡准备好的马车 谢严婉昨夜里头睡得极好 这会儿听得马车淋淋,又见道路两侧的百姓们格外的热情 整个人都趴在了窗户边,悄悄地掀开了一个缝隙往外看 见他这模样,凤妻只眼中温柔 一只手在窗帘前护着他的下巴 而另一只手则拿着这些时日的情报认真地看着 车内寂静无声,却充斥着安宁的气氛